说起胡歌这个明星大家一定很了解也很熟悉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一件事 那就是胡歌、朱宇晨还有林申和张俊明 他们四个人曾在早几年的时候 被大家并称为娱乐圈的四大小生 可胡歌如今成为了娱乐圈的大嘎 其他三位的名气却都不高 接下来小编就和大家聊一聊四大小生 其中的一位张俊明 其实从当时的照片来看的话 张俊明的外形绝对是四个人里面最帅气的 就连胡歌都要往边上靠靠 可是成和胡歌齐名还比胡歌要帅气的张俊明 如今的境遇却并不是很好 那么跟着小编来一起 看看他这些年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吧 张俊明毕业于上系 因为俊朗的外形和扎实的功底 还在上学的时候就被导演看中 拍摄了电视剧五星大饭店 而且在剧中还饰演了男主角 可以说张俊明的起点 就按照如今的娱乐圈来说 也是一个很高的七起点了 很少有人能一出道就担任主演 而他也凭借这部电视剧 成为了很多少女心中的梦 名声出去之后的张俊明 趁热打铁拍摄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其中不乏有大制作 而他的名气也越来越高 可就在事业正当红的时候 张俊明却出事了 当时在拍摄《香港姊妹》 时发生了车祸 现场还是很严重的 而张俊明也因此差点毁容 好在再积极的治疗下 恢复的也很好 经过这一执棋后 张俊明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如今的他颜值虽然还在写 但是也只能徘徊在一些配角上 曾在《莽光记》中饰演了一个配角 但是他饰演的东西却是一个虽然看上去很冷酷的样子 但实则却是柔情万千的痴情中 看到东西一直守护着自己心爱的人 很多网友大呼心疼 同样的张俊明还在柴天际中饰演了一个温暖的秋山君 同样是爱而不得 很多人本来是奔着陆寒去看的 最后却被张俊明饰演的群山君给圈了饭 虽然张俊明如今的事业没有曾经好 但他一直在努力 相信只要有好的剧本和角色 他一定能够再次与胡歌齐鸣 最后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言论吧 他是河沿岸黑系个性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